同时他今天带着勉励也感谢 我相信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配合 阿们 他今天要跟我讲说 我们是一页 我们来再试试看 阿们 跟他人讲 我们一直要为神做大事 我们要为神做大事 我想同时大家过去认识他 他是在 好消息或是在很多场合里面 非常含有恩高又会勿讳 而且上一次不是有一个 一个牧师就是 不同主的牧师 宋牧师有没有 他的主任牧师就是王牧师 那这两个站在一起 再怎么想都能帮他对的起来 我们的宋牧师是非常的嗨 但是我们的王牧师是非常的感谢 今天我们还是邀请他 非常吸引 给演员牧师 欢迎他 好谢谢大家 首先呢我觉得呢 演员牧师你也很帅 演员牧师帅也有什么要不起 我觉得师母最漂亮了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这个机会 特别跟大家来说声谢谢 那刚才演员牧师非常的客气 他说在您书好的时候 是我们的团队呢 其实呢我真的要讲就是说 演员牧师 还有师母整个团队呢 还有各位 你们的摆上呢 其实是对整个步道会呢 对我们来讲呢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演员牧师说 牧师啊 那我们就会来讲道 我说是呢牧师你说呢 马上就来了 好 谢谢牧师的感谢 那今天呢 我可能不是用这个正道 跟这个勉励的方式 所以今天想跟各位 谈一些这个爱情的故事 所以请你忍耐一下 如果今天牧师没给你翻圣经 可以帮你祷告的话呢 你就忍耐一下 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些 其实我多年来呢 在台湾所累积的一些的感想 首先呢我想先放张PowerPoint 这个是先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跟师母 那我跟师母呢 已经结婚21年 要结婚21年了 所以其实呢 没有像演牧师讲的 怎么样子年轻 其实说明我比你大 他其实很年轻 他就假装好 对份大一点 下一张 那我们呢 其实花很多的时间呢 做这个家庭婚姻 跟儿童心理的智商 然后到处 以前的时候 我们是比较多 做一对一的 这样子的一个辅导 那其实呢 在现在的人里面呢 我们有许多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需要 但是我们不大清楚知道说 我们要去找谁得到帮助 所以牧师跟师母 花很多时间 在做这个一对一的心理智商 但是发现说 那个需要量太大了 那我们是大约15年前呢 从美国回来台湾 但我们发现就是说 因为这个需要量太大 大到一个地步呢 我们不认为说 我们有办法一个一个服饰 所以后来呢 比较多在电视上面 我们一次对许多人来分享的原因 是这样的下一个 那所以我们自己呢 除了就是说在电视台之外 我们在教会里面呢 也有幕会 也有服饰 那我跟孙牧师 另外一位庄牧师 我们从淡水开始服饰 然后后来到台湾